再来我们就要介绍电离态的气体 Ionized Gases Ionized Gases Ionized Gases它也是一种导体 它跟我们欧姆导体不一样 它跟欧姆导体不一样 那么电离态的气体它是怎么产生的 它是这个电离态的气体存在于 大约是50到500公里高空 在这个之间 这一层的空气 它的气体不像我们现在这个大气 那就是中性的气体 那个地方的气体是一种游离态的气体 俗称它叫做电离层 Ionized Field 电离层中 这一层中它的大气 它不像我们这个中性的 它里头还有大量的自由电子跟正离子 因为太阳 因为太阳紫外线的缘故 它就我们中性的气体分子 会被它分离 一分离以后就自由电子跟正离子就分开了 这个时候它变成自由电子跟正离子 那我们就称它 这叫做电浆 Plasma 或者我们称它叫做等离子 这些带电离子 我们刚刚说过 它是吸收太阳的紫外线 然后它就开始分解 分解 那么这个紫外线 它不是一个定值 你早上中午晚上 这个紫外线都不相等 因此这个离子的密度 要看太阳的辐射 你白天跟晚上不一样 你春夏秋冬是个季节不太一样 如果又有太阳黑子活动的话 那它的自由不一样 所以它跟这些因素有关系 那电离城 它对电波的通信 影响很大 影响很大 我们等等可以倒出来 那么它当有电波 传到这个电离城里头以后 这个电波的电场 就会对于这个负离子 就是自由电子 跟正离子作用 那这些离子就会受力 对不对 受力以后 这些离子就会有加速 因为你受力了 根据牛顿第二定律 F的MA的话 那就会有加速 可是正离子 它的质量远大于自由电子 远大于它 因此加速度 质量远大于这个电子 所以加速度就小 电子的加速度比较大 那比较显著 比较显著 所以我们要考虑 当电磁波通过电离城的时候 受影响的 就离子受影响的 我们只考虑 电子受影响 OK 那么这个电子 因为它好像 像我们气体的分子一样 它会互相的碰撞 对不对 互相碰撞 可是电离城里面 这个密度非常小 它的碰撞 碰撞也会影响它的加速度 我们忽略不计 所以只考虑说 是电磁波里头的电厂 对电子产生作用 而使电子产生加速度 好 这个就是 我们看 这就是电离城 这个中性的 就是说 没有电磁波通过的时候 没有电磁波通过的时候 那么 我们是故意把它画在一起了 圈圈代表正电 电代表负电 因为你不可能说 一个地方只留正电 另外一个地方只留负电 那负电 同种电荷会排斥 会排斥 所以不可能 在一般情况 它就是 虽然游离 可是算起来 它还是中性的 就是它在附近而已 所以这个附近 这个区域的分子 我们对 气体分子 我们仍然可以看到它 正离子跟负离子 在一起 中性的 好 等到我们电磁波进来了 电磁波的电厂进来了 进来以后 它就 进来以后 它就怎么样 对电子产生作用 电子产生作用 于是电子就受这个电磁波的 作用 电磁波电厂不是个常数 它是个震荡的 harmonic form 它是time harmonic form 实写状态 是震荡的 所以这个电子呢 这个电子 它就 开始 从这个当中震荡到这里 等等又震回来 在这里震荡 这两边震荡 这就是 一部分电子 比如说 它正好串到这里来 它影响 假设影响只到这里 这个地方还没有受到影响 那么我们现在要 要讲这个电磁震荡 跟电子 电磁的频率 我们刚刚讲这个就是电磁震荡 电磁受这个电场的作用 因为电场是time harmonic form 所以它就在这个地方震荡 假设电磁震荡起初 未受任何扰动 电磁震荡内止点 是均匀的分布 我们就规划成这样子 在任意的 聚观的空间里头 当然我们眼睛 不会看到一个一个的分子了 那么电磁 还有等数量的 电子跟正义子 就是说这里 其实是等数量的 电子跟正离子 那么负离子 带电是负的1.6 乘10的负19之方 正离子带电是正的1.6 乘10的负19之方 如果我们忽略其他的 电子的热运动 的话 我们 假设 假设 这个电子 中性的电降 一群电子受扰动的时候 那它这个电子 就在这个地方震荡 电子做网浮震荡 成为电疆震荡 这个叫做 Plasma Oscillations 好 现在我们 就要来算这个 电子的受力了 假设我们电子播的电场 是这个样子的 某一瞬间 某一瞬间 OK 好 我们假设它是朝X方向 是EX朝这个方向 那电子受力的大小就是 电量 成电场 对不对 好 这个是 在牛顿第二定律里面 这是因 就产生一个果 果就是ma 这是电子的质量 然后它的位置 就产生变化 位置的二次导函数 就是加速度 所以fx等于这个 于是我们就利用这个式子 我们可以知道 就是ex跟这个的关系 好 现在我们在用这个 高斯定律 计算这个区域的电场 这个区域的电场 因为你有一部分电荷跑进去了 根据高斯定律 根据高斯定律 一个封闭面的电通量 等于这个封闭面 所包的这个体积里头的电量 被y0来除 高斯定律 我们已经用了好多了 对不对 现在我们就取一个 阶面 为a 就是这个面 在yz面 yz面 z是出 出荧幕的 yz面 取一个面 面积a 长度呢 是x 这样的一个立方体 这是一个面 这是一个六面体 为高斯面 就是它的 closed surface 是一个六面体 那我们 积分这个 那这个积分就等于什么呢 这是面积 这是面积 那我们可以把这个当中的电场 因为它 我们假定 这个其实很小 很小 所以在这个很小的这个范围里头 ex的变化不显著 ex就是电场 在这个面 即向量的 方向上面的分量 就是这个 这个 跟这个面 垂直的分量 这个不显著 就可以当做长数 然后 dx积分呢 就是这个面积 面积 好 那q 它的 等词的右边 q enclosed over epsilon zero ipsilon zero 是长数了 qenclosed 就是在 包在 这个体积里面的 电量 the net charge the net charge 它有正有负 可以点减掉 比如说你这个 有正有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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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零了 那只剩下这些 这个没有正的 跟它抵消 所以它就等于什么呢 等于这个 单位体积里面 就是这个区域 就是这个高斯面里面 单位体积有多少个 电子 多少个电子 然后它的体积呢 是a乘x 每一个 的电量是负1 单位体积有多少个 整个体积有多少个 每一个是负1 所以电量是这些 我们把这个 跟这个 就是说这个值 带到这一边 这个值带到这一边 于是我们就得 ax等于这个 ax等于这个值 好 大家都把a约掉 我们就得 ex 是等于负 nex over ε0 好 现在我们 我们把这个电场 求出来以后 带到我们刚刚的 dynamics equation 动力方程里头 ex就是这个 于是我们就得到 d平方x over dt 平方 加上 已经带进去了 可以化成这个式子 这个式子我们都很熟 对不对 x的 线性 二次 微分方程 我们把这个当作一个 常数的平方 就是说这个当作 omega p的平方 那这个不就是 以前我们物理留学的很多的 simple harmonic motion的一个式子吗 所以我们就可以把这个解 x的解 写成这个样子 写成这个样子 那这个omega p 就是这个 所以它可以写成 写成这个x等于 c1 sin omega pt 加上c2 cos omega pt 好 这个式子 是电章 自由震荡的位移函数 c1 c2 是属于两个常数 它有起初 条件决定 那么omega p呢 我们就称它叫做 震荡频率 oscillation frequency 或者叫做 plasma frequency 电章频率 是电章的自由状态的一个震荡频率 震荡频率 那现在我们就要来 看这个电章里头 电章是一种导体 我们看它的电磁波是什么 我们前面 讲过两种电磁波 一个是 三种 应该算三种 真空里面的电磁波 一个是导体里面的电磁波 一个是界电子里面的电磁波 那我们要导这个电磁波的 波方程的时候 我们要从max equation开始 对不对 max equation开始 那现在电章 它又是另外一种 介质 你要看它 在里头传播的这个 电磁波呢 我们要把 电章 电章 里头的 max equation 写出来 所以首先要建立 适用于电章中的 max equation 这个时候 我们就假设 电子运动的位移 与速度 假设 它位移 跟速度 都是实斜形态 就是time harmonic form 电箱中的电流跟电荷密度 也是time harmonic form 就是说它不是一个定值 它随着这个电场 电磁波的 这个电场 在变化的 在变化的 好 假设 这个是电流密度 实斜状态 就是 等于一个 浮速状态 乘上一个 exponential j omega t 去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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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好 那这个就等于什么呢 我们根据 我们前面 导的 current density 跟 电荷 带电体的电荷 有这些关键 是nev n就是 单位体积 有多少个 那么就算 我们 总共有 多少个电子 单位体积 有这么多 单位体积这么多 那我们 乘上 每一个 带电体的载体 是 1 然后乘上 它的v v 那v呢 我们也算 它是一种 实施的 状态 实施状态 所以v 这个 保留 这个可以写成 v的 扶数形态 称上 exponential j omega t 取实数 j是这样子的 如果 我们假定它是 time harmonic form 你也可以写成 这个是跟space有关的 复数形态 然后这个是 j omega t 乘上这个 取实数 那么我们就可以变成 变成 total 就是说 总共有 多少个 单位体积有多少个 这个载体 那乘上 每一个载体的 带电量 那就是 row 这两个 我们假设了 它是time harmonic form 然后里头的 n total 它是等于 n1 加上 小n1 乘上 exponential j omega t 那 大n1呢 是稳定状态的 电子密度 因为你这个体积里面的 电子密度 现在只算电子 你中心里的 那个电子 也算嘛 这个是 在震荡的 这个电子密度 的向量形态 V就是移动电子 EV就是这个东西了 V就是这个东西 我们讲过了 好 现在我们将 这个值 跟V V V就是已经用过了 的这个值 把它带到 这个式子里面来 好 我们就得row 等于real row的complex form 称上这个 妈妈糊糊 等于这个值 这不是妈妈糊糊 就是说 我们取它的 实数部分 实数部分 它就是 等于 单位体积 有多少个 这个载体 就是我们刚刚讲的 这个东西 那么这个ntotal呢 是等于这个值 等于这个值 那我们就把这个 把这个就变成 它是这个 那这一部分呢 我们就把它neglect 等于等我们底下会看到 这个就是变成N1了 N 就是 这个N就是 我们刚刚讲 移动的电子密度 的向量状态 好 这个N1 就是说 它的电子是全部都算的 但是这个N1啊 它就是在这个正电 和附近的 就是 就是等量的 正电和 跟负电和 那这个 被这个正电 正离子密度 抵消了 所以呢 它就只剩下这个 就只剩下这个值 OK 它就是 只剩下这个值 好 那我们现在 把这个 以及V等于这个 带入J J 我们刚刚写出来 是等于这个 Tamanic form 好 N total 这两个加起来 乘上1 然后这个呢 这项在这里 好 我们就可以把 这个乘这个 再乘这个 就是 这一项 然后这个 乘上这个 就是这一项 这一项 OK 这Exponent 其实比没有移动的 就是它并不是 全部的 这个都离子化了 不是 它离子化 只是一部分而已 这个 远比 原来在这个 正离子旁边的 这个要多 它比它小 所以 所以 我们就可以把 这个值 化成 远小于这个 就说 你这个 原来是这个式子 但是因为 这个 比这个小很多 所以这个后面 我们就不看了 就马马虎虎 等于这个 就是 因为这个缘故 然后我们就可以把 这一项来写成 E NEE 这个就是 速度的 complex form 它的 complex form 对 好 前面说过 Row等于这个 J等于这个 好 我们现在就用 向量形态 写出 在 电箱里面的 Maxwell Equations 这个是 安培定律 安培级 Maxwell Equations 第一项保留 J呢 我们就用这个 带 这是第一个式子 这个是 法拉第定律 法拉第定律 这还是跟 越南的一样 然后这个是 高斯定律 高斯定律 是Divergent E等于Row Row over Epsilon 然后现在我们假定 Row呢 它是这个 Time Harmonic Form 所以它变成这个 变成这样 好 这个是B上的 H上的高斯定律 好 那现在 我们就看这个 连续方程 Divergent Divergent J 是等于负的 PartialRow over Partial T Row用这个带 那J呢 用这个带 J 等于负的 Partial over Partial T 我们用 Operator J Omega OK Opermega 然后Row 用这个带 所以 这个式子 我们就可以把它写成 两边都把意约掉 这个式子 这就是 第五式 连续方程 连续方程 好 我们现在有了 Maxual Equation 我们就要来 来倒 它的电磁波 动力方程的 向量形态 本来是这样子 A就是 Partial V over Partial T 那么我们V呢 用这个向量形态 来带进去 这个 Partial over Partial T 用Operator 它就是变成这个字 J Omega 我们现在把第一式 第六式跟第六式消去V 消去V 消去V 我们就得 比如说这个 你可以把这个V呢 用这个带 J Omega M1分之1带 然后把J Omega Epsilon 0 提出来 这个式子就变成这样的 好 我们就 另 这一项 叫做Omega P平方 Omega平方 那这个里头的Omega P 它是等于这个字 我们称它叫做电降频率 电降频率 好 我们再另 这个 Permittivity Effective 有效的电容率 就是这个电降里头的电容率 它是等于Ipsilon 0 成这个 就是把这一项 整个变成 Ipsilon Effect 那这个Curl J 就可以写成这一项 写成这个就跟那个 跟我们前面讲的 导体里头 或者是真空里头 这个 很类似 这个算是Equation 7 然后我们有第三式 跟第五式 还有第六式 有这三个式子 我们可以把它画成这样子 我们就不仔细画它了 你们回去可以在家里 自己去画画看 就变成Divergent Ipsilon Effect 一 那等于零 就是第八式 这就变成什么 这就变成一个 高式定律 这个就变成一个 变成一个按培定律 现在我们就有 再把第八式 第四式 第二式 跟第七式 结合电疆中 这个就称为 这个 就是我们前面 导出来这几个式子 这几个式子 它就是电疆中的 Maxwell's Equations 由这四个式子 我们可以导出 导出一个电厂的 二次微分方程 从这里我们就可以解除 Ex跟T的关系 然后我们令这个 叫做Beta 平方 这个叫Beta平方 Beta就等于这个 这个就是我们以前讲的 向常数了 这个是在电疆里头的向常数 它就是这个值 Mu Zero Ipsilon Effect 这个 然后教学还是太麻烦 我们就把后面这一项 令它等于X 于是这个解呢 这个的解 我们就可以写成 这种形态 因为这是正的嘛 这就是一种 电磁波的形态 电磁波的形态 那这个Beta就用这个带 这里用X带 OK X带 这比较简单 好 C1 C2 这两个常数 我们可以 由它的边界条件把它求出来 它对应的 由了X就有对应的磁场 磁场我们就用 它的 常数 磁场的这个 Amplitude 就是这个 被Ipsilon 而A的P来处 这一项被 A的P来处 就是 就是朝 副方向传播的 这就是H场 这就是电场 是中 我们说 A的P 就是Pasma 就是Pasma里头的 自由主抗 或者叫固有主抗 电磁里面的固有主抗 它是在 Muling Over Epsilon Epsilon Effective 开更好 它是等于这个字 然后我们可以把 Effective 带进去 它有一个 Epsilon 我们就除上去了 然后这个 除这个呢 是Epsilon 就是真空里面的 固有主抗 比上这个 这就是电磁的固有主抗 电磁的频率 就是电磁的 脚频率被Omega来除 被2π来除 这个就是 我们讲过它 等于这个东西 所以Fp 就是这个 是电磁频率 好 电磁政府 电磁的等效电容率 这个我们刚刚讲过 是这个 对不对 我们现在可以把这个 用它的频率来表示 这是2πFp Omega是2πF 变成这样子 所以 你这个Effective the permittivity 跟你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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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F有关 跟F有关 电的我们会谈到 电磁波在电 电磁程中传播 它的传播常数 是2πFp jOmega 更号 μ IPSON ZERO IPSON ZERO乘上這個 IPSON ZERO乘這個東西 它就是以前我們講的真空裡頭的這個GAMMA 然後這個就是用這個來帶了 所以它的GAMMA跟這個頻率有關 這個反正都是正的 好 那假定說頻率 這個比它大或者這個比它小 就影響到GAMMA 它到底是時數還是虚數 它如果是時數 那這個波就不能傳播 如果是虚數就可以傳播 所以它有所謂的CUT OUT FREQUENCY 那固有波阻抗呢? NP 當然我們可以把它寫成這個樣子 它的定義就是MU over EPSON P 如果是真空就是EPSON ZERO 到底是EPSON R 現在ETA 不如主看可以寫成這個 那麼它也是一樣 是虚數還是時數 要看這個大小而定 好 我們首先看這個 這個式子 這個式子 當F小於FP的時候 這FP就是Plasma的Frequency 那是看當時的 這個在變化 這個跟你這個電子數有關 游離的電子數有關 我們剛剛講 游離電子數又跟指外線的強度有關 所以白天晚上的春夏秋冬都不一樣 比如說某一天 它的Plasma Frequency是這個 那我們現在發射一個微波通訊的信號 Frequency是這個 好 如果我們發射的訊號 比Plasma Frequency小的時候 這個比它小 這個比它小 那麼這個值就比E大 負的比E大 絕對值 那就是虚數 幹嘛成為純虚數 成為純的虚 純實數 我看看 這個比它 這個比它小 對對對 這個是虚數 乘上這個就是實數 實數 純實數 純實數 純實數的話 就不能夠 純實數只有α這項 它是α加Jβ 是純實數 是純實數 那就是衰減 那這電子波就一路衰減下去 它就不能傳播 如果說我們所用的驅動的頻率 是比當時的 當天當時的 這個Plasma Frequency小的話 這個穿不過這個電力層 穿不過 OK 那Δ 那Δ Δ也是一樣 你看 這個比它小 純虚數 這個純虚數 剛剛這也是純虚數 純上Jβ就是實數了 純虚數 ΔP是個純虚數 所以電章就成為主抗的一個負債 它不能傳遞功率了 所以說這個FP又稱為結子頻率 就是說當時這個FP是多少 你所用的F要大於它 這個波塞能傳播 小於它的話呢 就不能傳播 所以F等於FP 這個時候就是Cut-Out Frequency 好 當F大於FP的時候 這個大於它 這小於1啊 那這就是實數啊 這個也是實數啊 它有個J 所以它就是 干嘛就是純虚數 所以虚數只有β的成分嘛 所以 它這個時候傳播呢 它不會衰減 不會衰減 我們是假設它 碰撞都不算 好 現在 我們看 你看 如果將這個電子的電量 是1.6乘10-19次方庫輪 質量等於9.11乘乎10-31次方公斤 以及ε0等於8.85乘10-12次方 帶到這個石子裡面來 因為你看這個是電量頻率啊 它跟這個有關 跟這個有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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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有關 然後 跟ε0有關 我們把它帶進去 我們把它帶進去 恩還保留 我們就得到一個簡單的關係 就是 電量頻率 是9乘上更靠N 這個N還要注意啊 N不是一個常數啊 它是跟你 跟紫外線的強度有關 跟什麼時候有關 就是當時如果 N是這個值的話 那截止頻率 就可以媽媽呼呼用9乘更好N 這個Hz來算 那因此 你的電磁波要能夠傳播的話呢 要大於這個數 Frequency要大於這個 小於這個就不能傳播 石子裡頭 這個並非常數 而是於高度 日夜季節 還有其他的因素有關 好 那麼電離層的這個電子數 這不是定值喔 大約都是在這個數字之間 這個是最少的 這是最大的 因此是FP啊 它就是大於這個 大約大於這個 小於這個值 ok 小於這個 好 如果你的F要那個傳播呢 那起碼要大於這個 才能傳播 所以頻率 因此電磁波於大氣層上面的 人造衛星其太空站 頻率要遠大於9個Hz 這個波才能夠從 人造衛星穿過電力聲 穿到地面 否則你就穿不過來 穿不過 它會衰減喔 以確保電磁波能夠穿越 單位體積數N有最大值的區域 如果電磁波的頻率 小於這個 它連電磁層的最低層都穿不過 最低層這個是電磁數最小的地方 那它穿不過 比如說我們從地面發射一個訊號 如果比這個小的話呢 Frequency比這個小 那它就在什麼 在電磁層跟地面之間 反复的折射 反复的反射 它也是可以傳播到 傳播到幾百公里以外也是可以 不過它不能穿過電磁層 我們一般的這個廣播的頻率 就是這樣子 它可以就是電磁層跟地面 就構成一種坡道 讓這個電磁在傳播 如果電磁波介於這個之間 比這個大比這個小 那麼它就有部分會穿過電磁層 比這個小的穿不過 比這個大的就穿過 那碰到這個很大直的地方 那它就穿不過 穿不過怎麼辦 它就折射回來 折射回來 它不是說 比如說這個是個電磁層 它不是到這裡就回來 它可以船上去摔跤摔跤摔跤 然后着色回来 这样子的 我们看一个例子 当太空船返回大气层的时候 它会掉在大气层里面 因为它跟空气高度摩擦 这个温度很高 于是太空船外面的空气 就有局部会产生游离化 游离化就产生电浆 我们就估计这个电浆密度 差不多是这么大 这就是他们的经验 当这个美国的太空船 从大气层穿过的时候 电信中断 等一等它穿过大气层又回来了 那就是因为高度摩擦 使它产生这么大的一个密度的电降 那如果你跟它通行的信号 比这个小的话 那就进不了这个 太空船就吸收不了 就不能吸收 对不对 所以电磁波的频率最低值 这个时候应该是多少 那我们就算N N等于这个 这化成meter的话 是这个 F 慢慢乎等于 九层更好N 九层更好 二层十的是四次分 Hert 这个算出来是 这么多个Mechert 或者我们可以写在 12.7真实的七次分Hert 就是你的通信的 频率一定要比这个大才可以 所以频率不得低于这么多 不得低于127个Mechert 我们现在介绍group velocity 叫群速 也叫群速度 我们知道电磁波 如果在没有耗损的介质中 就是存在一个介电子里面 它的beta 它的face velocity 只跟这个有关 这个跟frequency都没有关系 不管你是什么frequency 在这种介质里头传播的话 它的velocity face velocity 都相同 都相同 如果它是在耗损介质中传播呢 那么它的face velocity 就是Omega的这种线性函数 它就跟Omega有关了 那么这个时候 你频率不一样的 它传播速度就不同了 传播速度不同的话呢 那么它传播以后 传播一段距离以后 它的讯号呢 就失真 就产生discussion 因为它各种成分 它传播速度不一样嘛 它就不像原来那种 聚集的方式就分散了 这个现象 我们就叫它 叫做dispersion 我们光学就叫做色散 因此耗损介质 它是一种dispersive medium 它是色散的介质 就是你单一的波传播可以 如果有一个group velocity 一个讯号要传播的话 那它的这个velocity 就跟Omega有关 那就会失真 我们说用来承载资讯的波 通常是有一个高频的承载波 高频的承载波 然后它两旁两侧 有一个差异很小的一群 成分波所组成 就是它的成分 不止一种波 那么这个成分波 当然跟这个高承载的波 没有差很多了 那这群的波呢 因为它彼此 互相的叠加的缘故 就是superposition的缘故 它会构成所谓的wave package 波包 那么波包在行径的时候 它的传播速度 我们就称它叫做group velocity 叫群速 我们现在考虑一种最简单的波包 我们不要谈太复杂 它只有两个行径波 一般计划率 都好多个行径波 它现在只有两个 一个正负是这个 Omega 0加Delta Omega 一个是Omega 0-Delta Omega 而Delta Omega 跟原来这个高承载波的频率 比它小很多 那这个时候 它的向常数也不一样了 两个的向常数 一个是Beta 0加Delta Beta 一个是Delta 0 要减掉Delta Beta 这两个波合成的话 合成波 就是这两个波加起来 一个是Omega 0加Delta Omega 这个是减的 好 这两个cos加起来 我们用合化机 可以把这个变成两倍的cos T Delta Omega 减Z Delta Beta 乘上cos Omega T 减Beta 0Z 你看这个形态 跟原来的这个形态一样 那么这个呢 这一项就放在 这一项我们就可以当作 它是用来修饰它的Ampitude 就是它的Ampitude 不是常数 跟位置 跟时间有关 跟位置跟时间有关 好 这个式子就显示 合成波 也是一种行进波 它的正幅不是常数 以Omega的角速 频率 做缓慢的变化 入这个图 这个是 它的Face Velocity 两个波 两个波加起来以后 它的政府变成这样子 这个里头 这个是谁的位置 某一个时刻了 这个位置政府比较大 这个比较小 然后这个也是 于是我们就可以看到 它好像有一个Wave Package 外面 它真正的坡是这个坡了 可是我们看它这个 整个波包 好像也是一个坡一样 也在这里行进 也在这个地方行进 对 波包也在这里 一样行进 那么 它的像素 合成波的像素 用这个决定 Face Velocity DZ over DT 没有问题 那么这个也在行进 波包本身 也在行进 那么它的行进 我们还是可以看到 我们看它的某一个 特别的Face 那这个位置跟时间的变化率 就是它的Group Velocity 等于这个 那我们把这个写出来 翻到下面 就变成这个东西 如果我们现在假定 这个Delta Omega 非常非常的靠近 就是Omega 去于零 它不是零 它Limit Delta Omega Approach to Zero 那这个时候呢 这个值就可以写成 D Beta over D Omega 这个值呢 我们就称它叫做 Group Velocity Group Velocity 群数被认定是一种 载带讯号 叫Narrowband Signal Narrowband 就是它这个 一个波段里头 它的这个讯号 差不了 不会差很多 但是有差异 所以它这种波呢 不适合 不适用于 射三介质中的 宽屏讯号 现在我们看一个例题 一个载带讯号 在耗损介质中传播 这个讯号的波载频率 是550个kilohertz 这个介质 它的耗损角正确是0.2 而戒电常数是2.5 我们要求 它的衰减常数 以及像常数 还有它的像数 以及群数 问这个介质 是不是色散性的 我们首先要看它的 耗损角正确 耗损角正确 0.2 它是等于 epsilon double prong 比上epsilon 就是这个 因为它是 低耗损介质 所以它这一项 远小于1 好 现在我们就可以 它这里告诉我们 介质的常数是2.5 那epsilon zero epsilon double prong 等于0.2 乘epsilon prong epsilon prong 是等于 epsilon prong 就是一般的 这个介质字里头的epsilon epsilon r 乘epsilon zero 那0.2 epsilon r是2.5 这个是8.85层 使得负12次方格 fair per meter 算出来是这么大 好 那现在呢 就把它 带到 因为这个 是一种耗损介质 所以我们就带到 耗损介质里头的 alpha 带进去 那我们就可以 我们就可以把这个 实质 就变成 你看 Omega 层上这个 2还在 那这个呢 那这个呢 可以 因为它有个 epsilon prong 在这里 它是 epsilon zero 乘epsilon prong 那 epsilon zero 乘mu 就是mu zero 就等于c分之一 它是等于这个 光束 分之一了 这个 不 这个 这个跟这个约导 约导一个没有 就是约导一个就变成 mu乘epsilon 这个就是它的 这个字 我们最后化成这个字 就化成这样子了 化成这样子以后 就是说你这个 跟他约掉一个 那他还有一个 跟好这个 OK 好 那么 Omega等于2πf 乘上这个 被二出 然后乘上这个字 Omega用这个带 然后π 二个二月叫π 乘上 550个kHz 再乘上 epsilon w epsilon double prong 等于这个字 然后再乘上 这个 这个可以变成 mu 乘上 mu zero 再乘上 epsilon r mu over mu zero 就是377 这是真空里面的 固有主看 再被这个 再被这个 y2 2 来出 2.5来出 最后算出来 衰减常数是这个东西 Beta呢 我们也是用这个 金丝值 金丝值 那我们也可以把这个 画成这样子 这里就是 变成 mu y zero 就变成这个 光速的导数 然后里头有个根号 Y2 2.5 1加上 8分之1的这个 0.2 算出来 就是这个字 Beta 像素 我们把Beta 带进来 Beta 带进来 那因为这个 圆小于1 所以我们可以把它 展开变成 1-1 2分之1 乘上 这是负2分之1 乘上这个东西 那么 它是等于 这个还在这里 这一项呢 我们可以把它 变成这样子 然后 你把这个字 带进去 里头有个 mu0 epsilon 就是 三乘十的八穿 刚好2.5 在这里 这个是 1.88 这是 它的像素 像素 因为它的Beta 是这个值 Beta 跟什么有关呢 跟Omega 有关 我们把它 微分一下 它就变成这个 D Beta over D Omega 它group velocity 这个导数 就把这个 这个导数 就是 就是这个值 的导数 这个 因为这一项 比E小很多 所以它就是 等于这个值 这个跟它的 Face velocity 非常的接近 所以有以上结果 我们知道 D号损切值 这个D号 这种D号损切值 几乎 几乎 不是色散切值 它最后跟Omega 还是没关的 好 电磁波 它有很多平谱 我们列出来 这个可能太小 各位都看不到 书上面都有了 它可以分成 一个一个波段 一个一个波段 OK 一个一个一个波段 越上去 波传越短 frequency越大 这个 往下波传是越长 往上波传是越短 frequency就越大 Gamma ray x-ray Ultraviolet 紫外线 红外线 这是可见光 可见光只占 我们电视波的 波段也都在 很小的一部分 其他都看不见 OK 好 我们这里 以上是把 电视波的 第三章 我们 讲完了 接下来我们就要看 电视波的第四章